你的美照 一起飲料 要唱歌 拿著麥克風唱歌 微微的一笑搭配美妙的歌喉 令人印象深刻 她就是有一屆林志玲風號的 正妹芽藝 劉芷一 不但形象專業 身材較好 長相更是甜美 但是卻被壯陽藥業者看上 盜用她的照片大打廣告 我本身是芽科醫師 所以我覺得她盜用我的照片 我也覺得蠻奇怪的 因為如果跟性功能方面 比較有關係的 應該也是泌尿科啊 广告字数不多 但却大喇喇挂出帮助 七千多个家庭解决问题 充满性暗示的路股字眼 把他当成医生保证 卖壮阳药 让刘医师不堪其扰 很困扰 我没有替这个商品背书 那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实际打开厂商的网站 清一色卖的全部都是壮阳药 却没有标明公司的位置 和电话号码 刘医师透过email 要求厂商撤下广告 没想到厂商不但不理会 还变本加厉 逗用更多照片 厂商又把这个 我被采访的画面截图之后 又把我说的话改掉 然后继续发生新的风 我有心理准备 可能很难调查 也很难求偿 但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 这不是我背书的 仔细替病患检查牙齿 专业的形象和美丽的外形 刘医师唱片各大节目 累积了一票粉丝 而厂商却利用刘医师的名气 将他的照片移花接木 贩卖壮阳药 有关名誉 这枚医师决定不再永远 提出告诉捍卫自己的形象 记者阿公 亚卖领寻方 台北基隆采访报道 台北基隆采访报道